社区妈妈们手脚利落 种植包得又好又快 也有不少比较少有机会 包肉种的民众跟着一旁学习 即使手脚不太利落 但趣味就好 主要是要让李明们同乐 大家这样来很出名 大家在这边 还有巴桑桶吃得很好 有兴兔人来摆 不然我们就摆 找来每次看 就有机会就对 他要就有机会说 百姚再来参加 很好很好 大家都很用力 很认真 不说大家客气 有工作就来大家公家做 做了大家真真高兴 温心就对了 在工商忙碌的时代 越来越少人会亲手包种子 草屯镇北投社区发展协会 举办端午节庆祝活动 除了希望让社区居民 一同回味古早端午热闹气氛 更让众业飘香的传统 藉由亲子互动永续传承 我们总共今天准备 差1500的种子 特别今天跟白鲁国小 邀请他们20祖的 亲子来学习白白藏 一方面就是 我们古老记忆的传承 这些年轻的一辈 可以说不要忘了说 以后这个古老的记忆 怎么去传承这样子 先远蔡明轩表示 这次社区举办端午节的活动 让人倍感温馨 不只传承传统文化 更让社区民众活络感情 可以看到我们很多时段 跟孩子 尤其跟北投国小 我们的小朋友来伯伯掌 明轩在这里 也希望我们的伯伯掌的技术 一定要肯定传承下去 把这张优朗的传统 可以继续传下去 看到我们社区 在我们端午节前夕 可以聚在一起 一起来活动 真的很好 也希望我们社区 接续后面的活动 也可以越好越好越精彩 大家一边包着粽子 一边显化家常 社区志工也特别安排了 跳竹竿舞 及一些趣味活动 他人小孩一起来体验 无形之中更拉近的情感 参加的民众们 感谢社区发展协会 用心策划 让他们提前欢度端午佳节 记者洪一伦炒豚 采访报道